同学们你们好 今天我们讲解第18章 政府补助 这张内容比较单薄 比起刚刚过去的收入 简直是十分之一都不到 但尽管如此 这张在考试中经常作为一个关键环境来出现 还是要重点看的 甚至这张还出过大题 我们先看本章的内容提要 本章系统介绍了政府补助的概念 包括它的方式 将政府补助分为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这是主要的两个分类 分别以案例方式解析了两种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 关键考点集中在第一 政府补助的特征和概念 这个主要是考 我们给你一个补助 你能够辨认出它是不是政府补助就可以 第二个 政府补助的主要形式和方式 第三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账怎么做 第四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账怎么做 很简单 四个 来吧 先看本章的第一个知识点 什么叫做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的概念非常通俗 就是企业从政府这儿无偿拿到的货币性或 非货币性资产 我们通俗的说法就是政府对企业的补贴 补贴的话呢 可能比较常见的补贴要么给钱 要么呢就是给非货币性资产 我们看到的补贴大部分都是 政府说了说这块地皮啊让你免费用十年 这不就是相当于无形资产的一个补贴吗 在这儿呢 这个可能是政府能拿出来的最常见的补贴方式 下面再来看政府补助的特征 政府补助的第一个特征是 政府补助来源于政府的经济资源 也就是说呢是由政府所管控的资源 无偿提供给企业 第二个是无偿性 无偿性就是白给 这个白给的话呢注意啊 有的实际上还是有些条件的 比方说呢我作为县长 高县长 我招商引资 我就给那些企业说了 说你这样吧 你只要在我这办厂子 我让你免费用地十年 甚至是二十年 但是呢多少有一个附加条件 你得从当地招工 你得解决我当地老百姓的用户问题 不然的话呢 我这个让你过来招商引资 那就没啥意思了 这个算不算无偿呢 这也算无偿 因为它肯定有一些附加的 一些政府的一些条件 因为它得为当地的老百姓 谋一片福利嘛 这个跟无偿性不冲突 政府的资本性投入 以及政府的采购 属于政府跟企业之间的双向互惠 这个不算无偿 这个怎么个理解呢 你比方说呢 我们当地有个企业 推广这个叫节能灯泡 这个灯泡呢 市面上卖一百块钱 政府的话呢 为了让当地居民 使用这个节能灯泡 跟他这个企业这么谈的 他这不是一百块钱吗 他说了你卖给居民呢 我当地居民 你别卖这么贵 你就卖八十块钱一个灯泡 那二十块钱呢 我替当地的居民给你掏 那你说这个东西算不算政府补助 注意啊 这个的确是补助 但是这个是政府补的当地老百姓 跟你的企业没有补助的关系 相当于你企业这灯泡 一个不是卖一百块钱吗 八十块钱老百姓给你 二十块钱是当地政府给你 这个属于互惠 或者说呢 是政府从你这变相采购的 这么一个行为 这个跟无偿性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所以说呢 这个政府的这种采购 包括这种政府的这种资本性投入 比方说政府当作一个投资人 投资到这个企业 那肯定也不能叫无偿 把这个的话要分开啊 这叫双相互惠不算无偿 政府补偿通常负有一定的条件 这个条件的话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什么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 一般的话呢 我们费了半天劲 招商引资 把你的金凤凰引过来 你不能说呢 你不从当地招工 那我们这个意思就不大了 在这里面的话呢 所谓的这个条件 它跟无偿性不矛盾 这与政府补助的无偿性 并不矛盾 并不表明这项补偿是 有偿的补助 而且的话呢 企业经法定程序 申请取得政府补助后 应当按照规定的用途 使用这个资金 或者叫补助 比方说我招商引资 我让你来这 是我开厂子的 结果的话呢 我给了一块地儿 你跑过这开发房地产 那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房地产的话呢 现在已经变成了 当地政府的一个巨大的负累 所以说呢 它在你招商引资的时候 无偿拨给企业资产的时候 有一些附加条件 包括用工条件 包括你的这块地的使用方向 或者叫这笔资金的 使用的用途的一个设定 这个跟无偿性并不矛盾 第三 直接取得资产 直接取得资产 你看这是三个特征 一个是来源于政府的经济资源 第二个是无偿 第三个是直接取得 直接取得就是直接给你拨钱 要不给你拨地皮 不涉及到直接资产的转移的 这种不算政府股住 比方说 债务豁免 直接减征 免征 增加计税比扣额 或者说是抵免部分税额 啥意思呢 你比方说 我给当地的这个企业 我作为一个县长 跟当地一些政坛的 为了体现出我们的政府的补贴 这样吧 那个今年你的锁的事就不用交了 那你说这算补贴吗 当然是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这样讲的 政府补助 必须是怎么才算政府补助呢 就是你交了钱之后 我退给你这才算 直接免得不算 也就是说呢 政府补助必须有资金的 往来的这种发生 来重复一遍 不涉及到资产转移的 这个不叫政府补助 其实这个例子是说呢 它不受政府补助准则的管辖 应该这样说 它政府补助必须涉及到资金的周转 必须涉及到资金的流转 哪怕你交了税 我再退给你 这也叫政府补助 但是如果说直接免征 这个不叫政府补助 哎呀 其实有什么差别呢 我觉得本质是一样 但是从定性上来讲 它不叫政府补助 有一些特例啊 如下两种情况 还按政府补助来处理 比方说小微企业的销售收入 符合税法规定的增值税 免征条件 直接免征增值税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代其他收益 这个呢 是特殊情况的一个 特殊的补贴的一个行为 一般纳税人的加工型企业 根据税法规定 招用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 按定额抵扣增值税的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减免税款 代其他收益 这两个呢 依然视为政府补助 虽然他没有真正的资金的往来 这两个特例 知道就行 还有一个呢 出口退税算不算补助呢 出口退税的由来是怎么回事呢 我把流程图一画 你就知道出口退税跟补助 一点关系都没有 看地板 你比方说M公司 我们作为正常的流转 应该是买了货之后 然后把它倒出去 M公司当初进货 进的是100万的货 按照增值税的条例 你进货100 你得垫付进向税13 这是第一笔分落 借库存商品100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13 但银行存款113 这是第一步 正常往外卖 比方说卖300 卖300的话呢 它实现的收入是300 然后它的销项税 代收的是39 就是卖价的13万 有关这个分路应该是 借银行存款339 代方主营业务收入300 代方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销项适合39 实际上它刚才聊的 这个增值税的一般流程 是先垫进向 然后再代收销项 而后补差 这个得补多少 你垫的进向是13 你代收的销项是39 你得补交26的增值税 交哪增值税26的话呢 应该是借银交税费 什么银交增值税的 以交税金 但银行存款26里可以 这是先垫 然后代收 而后补差 三不取嘛 正常来讲是这么做 那什么叫出口退税呢 请注意啊 出口退税是指的 这个是卖给外国的企业 卖给外国的商人 相当于赚外汇 你知道不 我们国家在这方面 是非常优惠的 优惠的什么程度啊 就是零税率 就如果卖给外国人 正外汇的话呢 他卖出去的话呢 执行零增值税 什么叫零增值税呢 就是从头到尾增值税是零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肯定就没了 零税率嘛 零税率 零税率 0% 相当于他卖给外国人的话呢 那个卖价就是300 没有那个肖像是39 因为如果含税卖的话呢 一般是卖39 含税卖339 但是为了能够得到一个足够的竞争优势 你便宜卖的好嘛 所以说呢 我就零增值税率 零增值税率就相当于卖给外国人 就300块钱 这不就有优势吗 有一定的倾销的意思 注意啊 那你执行零税率 就会出现个问题 你这是零了 对吧 就按300来卖给外国人 然后没有肖像税 那你当初买东西 镜像这个 镜像税13怎么办呢 就得找这个数据 告诉数据 说我这个赚外汇去了 我卖给外国人的话呢 按照税法的这个政策呢 执行零税率 我卖价 没有肖像税 然后呢 我当初买东西使得那个镜像税呢 我当时花钱垫的 你得退给我 你懂我的意思吗 出口退税 退的是当初买东西的镜像税 买东西的镜像税 是你垫的钱 退给你的话呢 是你垫的钱退给你 你觉得算补助吗 这不算补助 就好像今儿我请你吃饭 我垫了个10块钱 应该说是 大家一块吃饭 我替你垫了10块钱 那在这的话 你第二天还我10块钱 你能说 你对我补贴10块钱吗 不能这样说吧 出口退税实际上失败你 垫的镜像税再返给你 这个不叫补助 这样的话呢 退税了退了这个13之后 两头都是零税率 这样才能真正做成 所谓的零增值税的运作结果 所以说出口退税呢 本质上是由于商品出口执行零税率 而要求我们这个税务机关呢 把当初企业买东西 垫的这个镜像税退给企业 退的是当初垫的那个镜像税 这个和补助一毛钱关系的没有 出口退税本质上是退当初垫付的镜像税 这个不算正负补助 来看个例子 甲公司是一家生产销售高效照明产品的企业 为了支持高效照明产品的推广应用 通过统一招标的形式确定中标企业 高效照明产品以及中标的供货价格 甲公司作为中标企业需要与中标协议的供货价 去掉财政补贴资金后的报价 把它卖给消费者 并按照高效照明产品的实际安装数量 中标协议价和补贴标准申请财政补助金 2015年因销售高效照明产品拿到财政补贴5000万 这里面我得说一个问题 请问政府补的到底是假企业还是终端用户 这个很明显就我刚才说那个灯泡的意思 这灯泡市场上卖100块钱 我当地政府想推广这个灯泡 节能吗 能源节能吗 那就跟这个企业商量 说你这100块钱你别卖给消费者报价了 你就按照80块钱卖它 我替它掏那20 你看这个性质跟它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个补贴的对象是终端用户 不是假企业 那么作为假企业来说 你说你拿到这5000万的补贴 其实是政府替消费者掏的这5000块钱的货款 你按正常收入算就可以 假企业虽然取得了财政补贴资金 但是最终受益人是那些大宗用户 包括这些城乡居民 就是终端用户 相当于政府以中标的协议价格 从假公司购买了高端的照明产品 然后再以中标供货价 去掉财政补贴资金后的报价 把产品卖给终端用户 他这还说的比较麻烦 其实没那么麻烦 就我刚才说的 灯泡100块钱 政府掏20块钱 居民掏80块钱 这就是补贴嘛 但是补的这个对象是补的用户 不是补的企业 企业的话应按了100块钱灯泡的报价 确定收了就可以 相当于100块钱的报价 有两份人交钱 一个是政府交钱 一个是终端用户交钱 实际操作是政府并没有直接从事 高效照明产品的购销 但是以补贴资金的方式 通过假公司的销售行为 实现了推广的这么一个目标 实际上是政府购买了假的商品 对假来说呢 仍需按照中标协议的供货价 卖商品 高效照明产品的收入 有两个部分组成 一个是终端用户给你的那个钱 就是刚才说的这80块钱 然后呢 财政替终端用户给你的钱 对 补贴资金 所以说这个交易的话呢 是互惠的 本身呢 相当于买你东西的是两家 这么说也对 终端用户花一份钱 然后政府给你呢 再掏一份钱 那两份钱加起来 不都是我的收入吗 按收入准则处理就可以 所以说这5000万 按照收入准则处理就对了 再来一个 2015年的2月份 乙公司跟所在城市的 开发区的政府 签了一个合作投资协议 实施退城进圆技术 更改的这种拆迁 乙公司在开发区内 投资约4个亿 建了个电子信息设备生产基地 生产基地占地400亩 这一宗项目用地 按照开发区工业用地 基准挂牌转让 乙公司摘牌 并按照出牌架 缴纳了相当的土地款和税费4800 然后乙公司从开工至起需 在18个月内完成搬进工作 从原地搬到开发区 同时将乙公司现在占的那个地 就繁华地段 200亩按照当地的这个工业用地的 这个基准地价 评估是一个亿 然后移交给区政府来收处 开发区政府将向乙企业支付 补偿资金一个亿 这事说的在通俗着 就是已要搬家 他那个新家花多少钱买的 4800 然后那个旧家呢 卖给当地政府卖多少 卖了一个亿 这不挺简单的事吗 这跟补贴一点关系都没有 由于开发区政府对企业的搬迁补偿 是基于原址用地的工业价确定的 实质上政府是按照相应资产的市价 从企业那购买资产 企业从政府取得的经济资源 是让渡其资产的对价 双方是互惠的 不符合补助的无偿性要求 以企业拿到的一个亿的拆迁补偿资金 根本也不是政府补助 是你当初处置你原来占的这块地皮 所实现的正常收入 不过这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我觉得大家都知道的问题 就是政府当时买你那个旧地 是不按照那个工业用地买的 但是政府的话呢 可能会开发成什么居民区啊 或者其他情况 可能会以比一个高的价钱再卖出去 当然这个差价的话呢 挣的钱都归全民所有 但是这种情况的确出现 不过在这的话呢 因为当初一企占的这个地儿 就工业用地嘛 那你出售的话呢 也点工业用地的标准去出售 这是肯定的 至于说政府这块地儿拿来做什么 那是政府的另外一个考量 你不能扯到这上面 注意啊 也就是说刚才这件事 包括这个公司的话呢 我换地儿 把原来的地儿卖给政府 这事属于互惠互利的交易 还不胜 再来一个 兵企业是一家生产销售重型机械的企业 为了推顿科技创新 兵企业所在的当地政府 在8月份向兵企业拨了3000万资金 干嘛呢 要求他搞技改 成果归兵企业享有 这一看就是白送钱 这是非常明确的政府补助 现在有资格拿到这种补助的是什么行业呢 芯片嘛 天天被美国卡模子的芯片 我们当地的国家的话呢 各个方面的政府都急了你知道吗 就使劲往里的砸钱 这里面的话肯定有效果 我们拭目以待 兵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 是生产销售重型机械 从政府拿到的3000万的资金 用于研发支出 而且研究成果归兵企业享有 这个拨款是明明确确的无偿性 应该定为政府补助 下面我们看政府补助主要的操作形式 第一个是财政拨款 财政拨款最常见 就是谁给你拨钱 这个没什么可聊的 第二个是财政贴息 啥叫财政贴息呢 财政贴息的意思非常简单 就是你这个企业到银行贷款 利息由政府买单 当它这个买单方式有两种买法 第一个是由政府把这个贴息的资金 直接给了受益企业 由企业再给银行 还有一种呢 是这个利息呢 直接由政府拨给贷款银行 就不经过企业了 甭管哪一个其本质都一个 就是政府替你企业利息买单 第三个是税收返还 所谓税收返还就是你交的税退给你 这个很简单 交的税退给你 但是如果说是直接减征啊 直接免征啊 因为它涉及不到资金的往来 这个不叫政府补助 必须是交的税退给你 才叫政府补助 直接减证免征不交 无偿滑驳非货币 就我们刚才说的 无偿让你用块地皮 这是最常见的 这是最常见的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的分类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什么叫与资产相关 简单说呢 就是企业取得的用于构建 或其他方式取得的 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 比方说政府无偿 不跟你块地皮 这是最常见的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或者说呢 政府给你一笔钱 让你去买个设备 这也算与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 它会形成资产 什么叫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呢 比方说我企业有个广告费 政府说了 我替你买单 我这个企业的话 请人吃顿饭 政府说了 我替你买单 这就叫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 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 简称为政府为你买单 就是把你花的这个钱 给你买了 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 就是除与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以外的 政府补助 主要是弥补企业 已经发生的 或者即将发生的 费用损失 包括一些什么 工资费啊 这个劳务费啊 广告费啊 利息费 对这都算与收益相关 就是你的各种开支 我替你买单 这叫与收益相关 与资产相关 最好识别 就是形成一个资产 看这道题 谁是政府补助 增值税的出口退税 退的是当初的信项 这个是把电货的信项 返给企业 与补助无关 财政拨款式 先征后反式 既征既退式 行政花拨式 债务豁免这个不是 因为它设计不到资金往来 直接减征免征 增加抵扣额 减免额 这个的话呢 这个虽然也算补贴 但它不算政府补助 因为没有资金 属于政府补助的是 BCDE 讲完了政府补助的界定 我们直接看它的账务处理 政府补助的总体的处理原则 有这么几句话 第一个叫总额法 第二个叫净额法 这个是啥意思呢 我们直接上个题 按照国家政策买的环保设备 可以申请补贴 假公司在21年12月份 向政府提交了300万的补助申请 作为买环保设备的一个代价补贴 结果拿到了300 300的话呢 干嘛去了 买环保设备 花的是500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环保设备呢 国家允许补贴的 这个补贴的话呢 政府掏了300 你自己敢掏200 寿命期十年直线法折旧 不考虑进三职 看着啊 总额法怎么做呢 这样做 拿到拨款 借银行存款 在地盐收益300 净额法也是这样做 第一步拿到钱都一样 关键看后边 说我买了个环保设备 借固定资产500 带银行存款500 你看看净额法怎么做 净额法先做 借固定资产500 带银行存款500 马上他就把这个地盐收益300 干掉固定资产的原价300 充平了 那这样的话呢 相当于固定资产的原价就是200了 这就叫做净额法 净额法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我在入资产的入账时候啊 我直接入净额 我不入他的原价 后边的这个提折就一年提多少 50啊 10年嘛 直线 借管理费用 带累计折就50 同时他把这个地盐收益300 他一年摊30 借地盐收益30 带其他收益30 为啥走其他收益呢 其他收益是因为 我这个设备是用于日常经营的 所以说呢 这个补贴应该归入到日常损益 归入到其他收益坑 借地盐收益30 带其他收益30 这是总额法的套路 净额法的话呢 直接按照 净额原价200除以10 按20提着就就可以 借管理费用20带累计着就20 你看看 这个是先整个50 再充个30 不也是20吗 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显然 总额法是真正体现会计的 痕迹学的这么一个目的 他可以把这个事说的清清楚楚 丁是丁某是某 净额法的话呢 他在一定程度上 抹杀了这个对比关系 所以说呢 总额法应该是常用方法 也是常规的指定方法 净额法把问题简化 但是效果都一样啊 最终 这个简单呗 但是这个的话呢 虽然复杂 人家把这事说的清清楚楚的 你的环保设备就是五百百的 折旧正常题就是每年五十 我补给你的这个三百的话呢 你每年因此而摊到其他收益的就是三十 回来 总额法就是把政府补助全额 寄入这个低延收益 然后摊到各企损益 净额法的话呢 直接把它干掉原价 要充减它的成本费用 以原价充完之后的净价来劣势 当然我这展现的是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也有总额法净额法 总额法的话呢 就是个是个 丁是丁某是某 净额法的话呢 直接以净额来体现 你像刚才那个与资产相关的 是典型的充完之后 以净额来劣 第三个 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 要摊到其他收益 或充减成本费用 我们刚才的话呢 其他收益是显然是说的 那个总额法 净额法你是看不见 其他收益的 因为它本身上来就是200 折旧就是20了 因此在这呢 它是直接充减相关的成本费用 不体现其他收益 日常活动无关的放哪 银外收入或银外支出 一般的话呢 像低额收益肯定是转银外收入的 但如果是净额法的话呢 直接充银外支出 也是有可能的 四句话最好能知道 这是它的一个典型的代表题 现在我们开始正式的依据刚才的总原则 来一个一个拆 先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赌注 总额法刚才都说过了 先怎么着 收到补助时 借某某资产带地盐收益 然后把寿命期分摊地盐收益到其他收益 它这个寿命期 其实是跟着那个折旧进度走的 是按照折旧的进度去走的 你刚才那个不是十年直线吗 它也是十年直线 借地盐收益 带其他收益 处置资产是没贪完的地盐收益 直接转入资产处置损 我们在这儿再看净额法 净额法刚才你也看了 是直接把那个地盐收益 先把原价干掉 剩下的话呢 以200往后提着就 那不就简单了吗 咱们拿个题再去讲一遍 这个题做的比较正式一些 按照国家政策 买的环保设备补贴 申请补贴 补贴多少 200亿 结果就拿到了200亿 4月20号 这个设备买下来 花的是480 那你说他自己可掏多少 他自己可掏的是270 寿命期十年直线法折旧 没有净残值 结果到了4月份 这是过了多少久 他是在2018年4月份买的 从18年5月份开始折 到26年4月份卖 这是过了整整8年 8年之后他就把它给卖了 卖的话呢120 问怎么办 又来了 来来来 再来一遍 总额法经账法 第一步拿钱怎么做 第一步拿钱 双方是一样的 借银行存款210 带DN收益210 第一步都一样 买固定私产 借固定私产480 带银行存款480 这个是借固定私产480 带银行存款480 同时把DN收益 干掉原价210 这样的话呢 原价就升270了 跟刚才那个提议模一样 那他这个折旧呢 走哪 他这个折旧 他是放到了制造费 这个的话呢 他假定和产品的生产直接相关 于是呢 当做产品立项代价 不过是间接费 借制造费用4万 带累计折旧4万 也可能走管理费 在这儿 摊销这个DN收益 也是按照折旧进度摊 这个4万是怎么摊的呢 10年吧 几年来的 几年期 10年期 10年期的话 480万除以10 一年是48 一个月呢 一个月是4 就是一个月 这个呢 总共210除以10年 再除以12个月 一个月是17,500 借DN收益代 其他收益17,500 这边的话呢 直接就是按照 270的原价 除以10再除以12 为22,500 你看这边的4万减掉 17,500 不就是22,500吗 这个最终的 双方的代价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是体现的金额 而这个体现的是 总折旧和总的 DN收益的分担 到了卖的时候 已经过了八年了 过了八年 这个折旧提了384 借累积的叫384万 就是4万乘以12乘以8 其实就是480万的十分之八 算一下 没错吧 480的80 384呢 借固定私产清理96万 借累积的就384万 带固定私产480万 然后卖了120 借银行损款120 带固定私产清理96万 转出损益24 带私产处置损益24 重复一遍 借银行损款120 带固定私产清理96 带私产处置损益24 这个时候DN收益还差20% 它那个DN收益是200几来的 210 21还乘十分之二 42 21的百分之二是42 借DN收益42 带固定私产清理42 然后借固定私产清理42 带私产处置损益42 我觉得这个有点倒腾 你直接借DN收益 带私产处置损益42不也行吗 我觉得是可以的 归到它的最终处置损益里面去 它这个损益最终是66 你没发现吗 收益 而这个呢 它是借固定私产清理54 它怎么称54了 因为人家原价低 270的十分之八是这个 这是270的十分之二 借固定私产清理54 借累积着就216 带固定私产270 然后卖了120 与清理账面相比 这不赚66吗 借1号松垮120 带固定私产清理54 带私产处置损益66 看一个数吗 一个数 来我们看一下21年的多项选择题 2018年底 甲公司买了一台设备 原价是500 期限5年净残值率5% 按双倍余额递减法提着就 2019年的7月1号 收到政府补助108 采用总额法来进行测算 而且是直线法谈 当会在这有一个问题 它这个摊低延收益用的是直线法 但是你这个折旧用的是双倍 我们刚才说了 一般按照折旧进度来进行摊低延收益 但是也得看它这个具体的操作 有可能对总额法下的低延收益的分摊 用的是简化的方法 按照我的理解 你这儿是双倍 我们这儿也得整双倍 这样做才比较符合它的折旧态势 那这个简单 直线法碈 到了20年底 把它卖了 卖了210 问这个指标哪个是对的 我先把它的折旧指标做一个铺垫 首先从正常折旧来说 2019年开始折 这个折的话呢 是头一年应该怎么折 它的原价是500 五分之二应该是200 提完200之后 这儿剩的账面价是300 没错吧 那么2020年的这就是多少 300的五分之二 乘以二除以五 这个应该是120 你在这儿应该剩的是多少 应该剩的是180就对了 你看他第一问 说19年底账面300 没错 对着呢 然后第二步 说20年折旧120 对不对 也对着呢 现在我们看一下 卖的是210的报价 账面是180 它是正30 走私产处置损益代价 现在我们看看 DN收益怎么来的 DN收益是从19年7月1号拿到的 这个108呢 拿到时还有多少 还有四年半 四年半的话呢 你到年底时的话 它应该是已经贪了一年半 你看它贪了多少 108除以4.5 一年贪24 一年半贪下来是36 那你看还剩多少 还剩72 没贪完 走DN收益 DN收益72 没贪完 要转为正式的资产处置损益 那它俩加起来是102的损益 来我们看他问的是谁 资产处置损益是30吗 不光是30 你还有这72 对 其他收益科目 20年是96吗 这个得看108除以4.5 一年多少 因为20年是整年贪的 这一年贪24才对 你这个也不多 你看首先损益是102 每年贪的应该是24 对 这才对 这是咱们说的 与资产相关的正负补助 再来看与收益相关 这个其实更简单一些 补偿以后期间的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怎么办 在收到应当先判断能否满足政府补助所付条件 收到时 暂时无法确定的可以把收到的钱当作负债列其他应付款 等到证据表明我可以满足政府补助条件 你再确认为定员收益 收到补助时 客观情况表明可以满足政府补助所付条件 应当确认定员收益 并在相关的费用损失期间 贪入到当期损益或充减成本 这意思是说呢 我们拿到与收益相关的这种补助 先得看看你的条件是否能够满足 因为它有一些附加的各种条件 不能满足的话 先搁到其他应付款 满足之后再准备正式的定员收益 然后呢定员收益再摊的话呢 也分总额法净额法 原则上总额法的话呢 是要摊到其他收益 净额法的话呢 是直接充减成本费用 你看补偿资金收到时 接银行存款 带其他应付款是指的 我们这个补偿的这个资金呢 目前还没法做到 政府补助的满足条件 先搁到负债 等到实现了满足条件 再准备正式的定员收益 定员收益说明 它这个钱已经满足了 政府补助的附加条件 来再看第二个 按照用途来进行摊销 定员收益如果是 总额法下是摊到日常 其他收益非日常时 也因为外收入 借电收益带其他收益 或引外收入 在净额法下直接干掉 日常活动中的管理费 或相关的代价 像生产成本什么的 如果是非日常 直接带营业外支出 这个呢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总额法 可以把事情做得非常清晰 是收入就是收入 是代价就是代价 你净额法的话呢 直接干掉代价 这事就把这个事 抹的痕迹比较简单化了 看个题 甲公司14年3月15号 跟企业所在地的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提供1000万的奖励资金 用于激励人才引进 甲公司必须按照当地政府的报送详细资料来使用这笔钱 从获得奖励起10年之内不能搬地 否则的话呢 政府有权追回 甲公司在14年的10号 4月10号 收到了1000万的补助资金 分别在14年的12月份 15年的12月份 16年的12月份 三个月的都是在年底 分别使用了400万 300万 把他花了 干嘛呢 分给高管做年度奖金 引进人才嘛 这种情况下 我们先拿到补助资金的时候 如果客观情况表明 未来十年离开本地的可能性非常小 也就是说他满足了补助的条件 于是先挂地元收益1000 借银行存款 带地元收益1000 然后你在用到这个钱的时候 注意啊 总额法下 直接把他这个钱 看按照他的使用 直接追到其他收益 借地元收益400 带其他收益400 头一年 第二年借地元收益300 带其他收益300 第三年是借地元收益300 带其他收益300 这样做 如果是进了法下 直接干管理费 为什么干管理费呢 因为高管的公司 本身就是管理费 我就充减管理费就可以 显然总额法 我更喜欢 补偿已经发生的成本费用 这种情况下 就是这个成本费用已经发生过了 我现在属于 现在发钱 补以前的费用 怎么办 直接抹当期的成本费用 总额法下 拿到的钱 借银行存款 或其他金收款 带其他收益 带银行买收入 是当期的日常和非日常的一个区分 收益10万就可以 当然这个钱如果说是退 但是还没拿到 先挂其他金收款 但是这个的话呢 应该算是总额法的一个套路 直接追加当期的其他收益 遭灾了 11月份 结果在第二年 年底就收到了200万的补助 这肯定是非日常吧 直接借银行存款 带银行买收入200 这个呢 比较单纯 再看一个稍微复杂一些的 丁公司是 机方晶技术研发生产玉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方晶的原料是食脑油 食脑油按照成品项 在生产环节来节征消费税 国家规定对使用燃料油 食脑油生产乙烯方晶的企业 购进并用于生产乙烯方晶类化工产品的食脑油 燃油按照消耗数量退还所含的消费税 假设丁企业食脑油单价单吨5333 其中消费税单吨2105 本期将115吨食脑油投入生产 食脑油转化力1.15比1 也就是1.15吨的食脑油 可生产1吨的乙烯方晶 共生产乙烯方晶100吨 丁企业根据当期的产量 以及所购原材料供应商的消费税证明 申请退还相应的消费税 当期要退的是100乘以1.15乘以2105为242075元 哎呀你就说退多少钱不就完了吗 真费劲 借其他应收款带生产成本 在这的话呢 为什么走生产成本充减呢 因为本身这个东西会形成产品的一个代价 相当于是充减产品成本 下面我们看一下18年的单项选择题 甲公司是从事集成电路设计和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 增值税先征后返 3月31号收到了即征即退的增值税300万 3月12号收到了当地财政部门 为了支持购买实验设备拨付的120万的补助款 9月26号购买了不需要安装的设备 那就说呢 他当年的折旧是从10月份开始提的 这个设备总共花的是240 政府补的是多少钱呢 补的是120 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以及借款 这个设备采取直线法则就期限10年 没有净残值 按总额法核算政府补助 问当年的收益是多少钱 首先这300肯定是做当期收益 借银行存款带其他收益 增值税本身呢 它是价外流转税 这种既征既退的增值税 在这直接做当期的其他收益就可以 补的这120呢 先走低延收益 拆的话怎么拆呢 它是10年期 当年的话呢 按照折旧进度是提了仨月吧 对这样拆 这是多少钱呢 这是三万块钱 当期的话呢 应该是低延收益转到其他收益的是三万 加到一块是303 选择币就对了 这是它的一个简单的解释 既征既退的增值税 收到时不得搁到其他收益 财政贴的这120呢 先走低延然后再拆 原则上它通常是根据你的折旧的态势去拆 就是你折旧的提起的进度 我们来拆它这个低延收益 这样的话呢 你当年是十二分之三嘛 按十年期拆 这不拆三嘛 最终当年挂到其他收益的是303 这些呢 是常规考题 来我们看一下二年的新的这个多项选择题 甲公司发生如下交易事项第一个 按照发电量和定额的补贴标准 计算的光复发电业务的应收财政补贴款是1000万 这个呢 应该是借记其他应收款 贷的是收入 甲公司作为牵头人 联合以公司共同申请科技部的课题研究 这个成果会假以共享 5月1号收到课题经费 共计800万 拨给600万是给甲的 200万是给倚的 那这个的话呢 应该拨给他那个话 走其他收益 甲公司收到激增气退的这400 走其他收益 再来 设备毁损了 跟设备相关的 低延收益余额 使这个应该转到设备的转让的损益中去 或者是充减营业外支出 或者是追加营业外收入 这里面呢 我们采取的是总额法核算政府补助 问如下论断谁是正确的 应收可再生能源发电补助款组收入 计程寄退的增值税 所有政府补助 确诊为其他收益 对着的 课题的800作为政府补助 确认为其他收益 这个得认定其中的600 因为你这个200是人家倚的 毁损相关的低延收益的余额 确认为其他收益吗 这个不是确认为其他收益 它是没有贪完的低延收益 应该转入或者叫并入清理的损益中去 具体来说呢 你这个报废毁损应该走营业外支出 那你的低延收益应该是充营业外支出 或追加营业外收入 或者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些人才能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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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